我们有四位非常可爱的圣诞小朋友 好 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动静 好 谢谢 那来自我们的母亲 来来 进入到我们的现场当中 我们也谢谢今天由我们妈错国小的 曾俊杨校长 还有我们同安国小的 施黄宇 彰化县政府为了让乡亲感受圣诞佳节温馨 欢欣的氛围 今年在县府广场前布置八米高的圣诞树主灯 传递平安与祝福 今天晚上由县长王惠美与民众一起点亮圣诞灯树 灯式从今晚展灯至113年3月3日 每天晚上5点30分至10点开灯 欢迎民众拍照打卡 王惠美说 圣诞节是个欢乐并且家人团聚的节庆 感谢李哲伟牧师带领的祷告 吉章画主恩玲良堂的诗歌演唱 借此祝福未来一年 县民会更加幸福健康 内心更为平安 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大家共襄盛举 参加我们2023年的圣诞点灯的一个这个活动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圣诞树呢 有高达到八公尺高 那在这边除了我们过去的圣诞树之外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可以让大家打卡啦 拍照的一个这个地方 所以从今天点灯开始 欢迎大家有空多来这边走一走 将来临今天在县政府前的广场 我们来办理点灯 那这个圣诞节它是一个欢乐 也是一个团聚的一个这个时间 那特别也要谢谢我们这个牧师 在这边也为大家祷告 我相信呢 今年未来的一年 彰化县会 我们的县民会更加的健康 幸福跟快乐 那在这边 除了邀请大家 县政府前面的广场 有我们的圣诞点灯之外 我们在12月30号 我们的乐影登记也即将开始 12月23号在西湖 我们有这个睡末的演唱会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这个部分之外 还有小熊拱门 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1 3 2 1 请点灯 1 2 3 圣诞快乐 我们即将呢 就进入到我们彰化县 最水灯亮眼的圣诞节咯 好谢谢 那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 团员大家一起的来庆祝 我们2023 2023 圣诞节快乐 耶 哇 谢谢 我们 彰化人彰化是新闻记者 林明佑采访报导 启卢文贵 其实对象 大事 有的 有的 就是 是 小伙子 我们 好 好 我 有的 我 好 还好 我